甲孕其实是成年雌性大熊猫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般在发情后未交配或者交配后未受孕 由于体内激素波动而表现出类似怀孕的行为和体征 比如食欲下降、活动减少、大窝柱潮、情绪敏感等 甲孕的大熊猫甚至会分泌出乳汁 抱着玩具或竹子当作自己的幼崽 从表象来看,甲孕的大熊猫与真正怀孕的大熊猫几乎没有差异 一般大熊猫甲孕时间在一到二个月左右 个体之间时间长短不一 饲养员和科研人员会时刻关注它们的行为状态、激素变化等 其实甲孕这个事在动物中并不算罕见 兔子、狗、狐狸 这些常见动物都有甲怀孕现象 通常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太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